这房间太大了 三点多 咱们要不要把厂厚挪一点 挪了三十百块 我这怕掉到悬崖地下去 没事吗 这太荒凉 排石景区的风光大家见识到 但是排石景区的风 大家还需要再见识一下 我得给钱量 从昨天下 一直挂一直挂 挂到了现在 还没停 我看天气预报 我说它现在试的是 四级风 五级风 六级风 然后晚上就停了 结果昨天晚上一直都没停 我们睡在额头床上 它的晃动幅度是要比我们坐在下面 幅度要大得多 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 哎呀妈呀 这会我都摘不住 比我们过轮渡 比我们过渡海轮渡到这边的 这种船上的感觉还要强 然后跟我们一块的安妮房车环游记 它们是一个拓展的房车 受风的面积更大 然后昨天晚上12点 它们连夜好 不逃跑不行啊 睡不了觉了 我本来还想着 在这再赖上一两天 但是鉴于这个风 还是算了 所以我只能这么没办法 晚上去睡觉 而且我们停的这个位置啊 看这边就是悬崖 它高于海平面 很高 所以它的风就更高 昨天晚上我虽然知道这个风把车吹不走 但是我真的特别怕 怕了几个小时都没有睡着 我特别怕把车直接给我吹到海里面去 走了走了走了 不让在这儿待了 就是站在外面 我给它抹劲风来了 换到我身体里面 都感觉都呼吸过来 我都站不住我跟你说 我要回到走 走走走 赶紧走赶紧走 伴妹 做到门啊 你不要冲下去了啊 看好方向 我是傻子吗 你试试 啊 你试试 不要自己剪着皮了 看这也被树被刮了 再这样啊 开始 不会再来 这沿着避海溜走都好好的碰到一个这 走 你试一下 这种路原来对我们来说就是小意思 洒洒水了 现在对我们房车来说 我还有点怕 我怕它的底盘过不去 哎呀 你看你看 哎可以 房车也是可以的 我对我们房车是不是太没有信心了 哎呀 蹭了 没事没事 你听到声音了是吧 没事 这蹭了 就这 这 我想都应该是 撕到啥了 这呢 撕了 猛撕 走 可以说这个车要是突然玩以后最先坏的还是 走着走着碰到卖水果的 看看这大李子 这么大 这都不是重点 看看这樱桃 看看这樱桃 这是10块的 这是18的 然后还有黄桃老郭的最爱 买点黄桃买点李子 再买点樱桃 黄桃多少钱 5块钱 李子是8块是吧 冰箱里都没变儿泡 买了这么多水果 我都提不动了 你真的买太多了 好不容易碰到了 你就买一点嘛 反正冰箱里都是空的 李子 黄桃 樱桃 和蹄子 猜一下多少钱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4袋都有多少钱 我觉得挺贵的 其实 4大袋总共花了170 你这个桃真的买的太多了 我们现在到营口的霸鱼圈了 刚刚吃完饭 我的妈呀 这个温度 车上显示35 咱不掉都回吧 接着去那个拍摄 风声大一点 两百 外面根本没法呆了 这越走越热 越走越热 我都有点 切切切切 没比仙强 那是 没比仙强 越坐车越困 昨天晚上那大风刮的没睡好 这会我坐在车上特别的想睡觉 一会随便找个地方 随便找个地方 能停车的地方 咱们俩先停下来午休一会吧 我也正有此意 好累啊 感觉快熄灯了 找了一个稍微有阴凉的地方 停下车了 赶紧睡一会 睡一会 哎呀 一停车立马好热 你是直接睡还是要开空调 开空调 开空调 太热了 哎呀 好了 开空调了 哎呀 终于开空调了 你怎么舍得呢 今天跑了这么长时间的路 现在垫是满的 我舍得用了 睡觉 走吧走吧 杀死我 没睡够 浑身酸软的 现在才10点 你再坐一会 然后你再停下来 你再飞一会 这不行 这虽然这能停车 但是靠路太近了 而且这实际上没有开电的电门口 走 空调了都关了 空调开了一个半小时 用了11%的电 大家现在知道为啥 我不想开空调了吧 太费电了 因为这个电不是用试电充的 可能是虚电 你知道吗 咱们已经出来多少时间了 一个半月已经过了 还没有接过试电 因为这个电瓶里面是虚电的空调 走喽 有防车就是好 想午休了就午休 午休完了我们就接着出发了 直奔沈阳 今天估计到不了了 充许明天我们到沈阳 我要知道你有到沈阳的心思 我跟你说 今天我好歹把你送到 不睡觉了